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等一下再让沃尔老师讲一下 他在盛河西的讲座 两场讲座会有什么的内容提供给大家 那我们这边先看一下我们上周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实地的讲座 是专门针对散户第一金的会员去推出这个服务 我们来介绍低价股他们的美丽 我们来看看当时讲座的盛况 周晚上在洛杉矶圣盖伯西尔顿酒店 作物虚习的人潮都是来听华人美股第一把交椅 窝人王贪低价股赚钱的秘诀 HMNY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散户第一金 在过去20天大涨10倍 Movie Pass电影票包月看到宝 让母公司HMNY股价三周暴涨10倍 这就是散户第一金的魅力 窝人王团队从技术面和基本面筛选出最有潜力的低价股 每周更新 每周帮你靠一支低价股赚到第一桶金 这个不错 我觉得你们散户第一金颁得很好 因为我以前你们也是窝人王的会员 后来那个时候不好 因为不好在哪里我就跟不上 你们出来一个信仰 我没法跟 每次跟着都输 后来我就退出来了 我参加你们会员两次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来听呢 特别欣欣我来听呢 我觉得你们那个做了越来越做好 特别这个硬的特别好 这个同班纸很高档啊 所以窝人刚才讲 他硬张纸人家就扔掉了 硬这个就不会扔掉 而且窝人王现在讲的越来越久 而且你们有那么多的分析 我每天都看你们那个微信 就有那个比赛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做了很好 好喜欢他的什么嫩模 然后听到他长得这么大 长得这么快很兴奋 我感觉窝人老师很有冲劲 然后我喜欢他风格 我已经是你们这个VIP了 但是我为什么加入呢 我自己吵我也是吵 我听见反正 听见你们这个分析 我自己一人吵 自己一人看新闻一人看 所以说呢那个我加完之后 感觉对我有帮助吧 我觉得现在他们办得越来越好了 其实我很久 大概零几年的时候就参加会员 参加过 然后呢对啊 我就后来又没参加 现在后来10年的时候又参加了 然后又没参加 我这一次我感觉他们做得越来越好了 真的越来越好 120多位投资朋友现场参与 这本那么古手册更是散户投资低价股最好的入门经典 投资新手和散户们千万别错过即将举办的温哥华旧金山巡回讲座 好的我们看完了刚刚在LA讲座 就是所有几乎我现场访问到的会员 我等于做这个现场市场调查 都觉得温尔老师的讲座越办越好 越讲越好 而且是从温尔老师 他自己有他独有的观点 然后加上我们整个团队在后台的一个辅助 其实团队成员后台辅助成员 包括温尔老师 也做了蛮大的贡献 只能做辅助 其实就是温尔老师的话 比如说我们最新推的这个散户低音的服务 也是我们这几次巡回讲座重点 他呢就是本身把小盘股 他的一个技术图形 加上小盘股本身的基本面的情况 进行一个综合 比如说我自己是研究基本面的话 这小盘股哪一个是可以炒的 哪一个是不能炒的 即便是短线 我们也要有这个一个基础的判断 这样的话呢是相辅相成 才能有捕捉住这样的赚钱的机会 是 所以像Will现在研究的这个领域 包括是散户低音金小盘股 同时是不是还网红的VIP 你也有做 网红VIP的话还是 就是我仍然保持就原来 基本面经操作的态度 买完之后就在那里放着了 买完之后不动 这样的话就是 现在我更加主动是分红 去寻找分红类型的股票 看能不能说给大家找一些 买完之后可以不用看 在那里放着就好的股票 他自己就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再加上分红也会有不错的收益 是 但是这个关于这个赚分红获利 这个细节怎么操作 魏老师是不是会在 圣俄赛跟这个旧金山两场讲座上 有更细部的分享 是的 因为很多 很多这个欢望 可能还不知道分红到底是什么呢 对 包括我 我也很想听这一块 所以魏老师到时候 旧金山的讲座上 要细讲这一块 好的 对 因为像很多人 包括是散户投资新手 像是我本人 我们都会对于 这种分红的这个概念 不是很清楚 但这是不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获利方式 是的 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 魏老师到时候 在下周马上要开始的 北加州巡回讲座 两场圣和西 还有旧金山 湾区的北部 我们会有两场讲座 到时候魏老老师 汪文老师 苏勒老师 布任老师 Jason老师 都会在现场和大家见面 待会我们有布任老师 再继续和我们 带一班 汪文老师 本周每股百万富翁节目 欢迎回来 CIX美洲华街的压轴单元 美股百万富翁 我是主持人 Lanel 在我旁边的是 今天我们首席分级师 沃恩老师的代班 沃恩老师 我以为我是首席分级师 你是资深分级师 那我们今天呢 先看一下沃恩老师 他因为人在纽约 没办法在我们 洛杉矶现场 录制今天的节目 但他呢 一样是结束了 昨天纽约 非常轰动的讲座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昨天讲座 人山人海 还有很多人 是站着听完的 那他会在这边 跟我们美洲华街的观众朋友 简短聊一下 昨天他讲座的内容 嗨 Lanel 各位凤凰卫视的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呢 在纽约 明天呢 今天呢 晚上将飞温哥华 明天和大家见面 那么昨天晚上的讲座呢 那么这些事情呢 都使得我们看到了股市 充满了这个激情 特别是纳斯达克100已经创出了一个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点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涨得非常非常好 那么昨天呢 我专门谈了一个比特币的这个板块 投资人非常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最近一段时间啊 这个比特币非常非常的火爆 今天呢 还有一个比特币的概念股 GCAP上涨20% 所以很多上市公司呢 都是啊 跑步呢 进入了这个比特币 特别是金融类板块 那么比特币呢 也是再度接近啊 两千 呃 6000块钱的关口啊 还有很多的ICO啊 非常值得投资人们关注 那么我在昨天的讲座当中呢 也给投资朋友介绍了这个比特币的一些基本状况 如何交易比特币啊 如何去交易比特币相应的概念股啊 像比特币的ETFGBTC 啊像比特币的呃 主板的股票 OSTK GCAP IOT 啊等等这些啊 特别是中国的中概股 迅风啊 迅雷 迅雷风暴啊 XXNET Xinet 啊 还有一些OTC的股票 MGTI等等 所以纽约的朋友呢都非常非常欣喜 那么明天啊 我也就是周六下午一点半呢 我们在温哥华的喜来登酒店呢 机场喜来登酒店呢 会跟大家啊 温哥华的朋友讲这个啊 如何去投资比特币 如何去呃 长座长 我的重点是在长线投资啊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特别啊 我们觉得这个比特币这个未来的走势啊 还是啊非常非常好的啊 非常值得投资朋友啊 啊多多多关注 这是我在昨天在纽约 呃做讲座下午晚上7点半啊 还有嗯 超过130位民众啊 来到我们的会议 会场 大家可以看到啊 人山人海啊 这就是大家对投资的热情 那我要着重啊 就告诉大家发财的机会来了 特别是在区块链这一块啊 塔克纳斯达克 他的表现可能会比纳斯达克更好 当然他的风险也会很大 他调整的回调也会比较大 但是我相信他的回报率会非常非常高 好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看完了温文老师推荐的这个比特币概念股哦 温文老师这边我们是不是除了纽约讲座之外 就是温文老师一个人独称大局哦 但是非常轰动受到热烈欢迎 然后他温文老师推荐了新的概念股 那同时温文老师刚刚在视频也提到 他今天晚上要从纽约飞温哥华 和我们所有的温哥华的投资朋友见面 温文老师也会在现场温哥华现场 对我们是今天晚上飞从洛杉矶飞到温哥华 呃其实在这次温哥华上面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谈谈操作 呃中文投资网有很多的服务项目 那么很多的想要炒股的这些朋友们呢 各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总有一款定位是服务于你 就是我们希望能 如果你想在炒股过程当中 让你不要去走弯路 把最好的服务可以让你去呃直接避开 然后直接就是抓住那个赚钱的那个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如何去帮助大家 所以我做的这个讲座 是那所以温文老师在现场会主攻哪一块呢 我主要还是介绍我们的网红直播 这个网红直播呢 是更多的倾向于操作方面 他不像温文老师 还有我们的另一位美女分析师 他们是做的呃稍微长线一点的操作 那我们是倾向于短线 喜欢操作短线 喜欢操作波段的朋友 那在这个明天的讲座上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到底去如何帮助大家抓住市场的动能机会 是所以呢我们最近中文投资网的讲座活动是不断 因为年底要到了 我们很多明年的一些行情 投资的一些概念跟布局 要分享给投资朋友 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想到 趁在感恩节跟圣诞节之前呢 先把年底的讲座呢 通通先呃让大家知道 就是一些内容 也要非常有价值的资讯 所以我们最近纽约完 接下来马上就是呃温哥华 10月28号 在温哥华机场 洗来灯酒店我们的讲座马上就要登场 到时候不论老师 温老师 还有kinsy老师 通通会带来我们的三大服务 三大产品到现场去跟投资朋友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是温哥华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非常难的机会 就在温哥华洗来灯酒店哦 呃星期六10月28号的中午12点半 我们在温哥华机场洗来灯酒店 和大家一起见面 以上是本周非常精彩的CIIX 每周华机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美股市场将迎来超级忙碌的一周 除了一系列的财报继续发布之外 可能是最重要的经济数字 非农人口就业数据也将公布 不过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数据 首先周一早上东部时间8点半 9月的个人收支数据即将公布 周三早上10点半 10月的ISM数据即将公布 10月半公布的赵立师上周原油库存变化数据 而周三下午2点半则将公布的是FOMC利率决议 市场预期加息时间到12月之前都不会到来 因此美联储应该会宣布按兵不动 下周的重头戏 周五早上8点半的10月非农人口就业报告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 上个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3.3万 是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不过失业率进一步走低 9月失业率为4.2%低于8月以及市场预期 并且平均时薪增长0.5个百分点高于市场预期 那么在财报市场方面 第三季度的财报季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我们也为大家选出了值得关注的财报 周二盘前 医药公司Pfizer将公布最新的财报 周二盘后 电子游戏公司EA将会公布财报 周三盘后 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以及电动车品牌Tesla 都将公布第三季度的财报 而下周最大的重头戏在周四盘后 科技巨头苹果将公布最新的季度财报 华尔街预测 他们本季度每股盈利将达到1.87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 但是iPhone 8的销量却值得投资者关心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下周的每股预告 我是Laura 我们下周再见